市長買雙眼皮貼是為了要 你以為有沒有拍照嗎 新竹市長高宏安 18號一早9點多 來到陽明交通大學 參加開幕典禮 絲毫看不出疲憊感 畢竟高宏安17號 從早上9點多 一路到晚上7點才離開法院 還在庭上和檢察官 成槍捨戰 高宏安社探案首度作證 卻突然畫風一轉 提到雙眼皮貼 是因為當時立法院 開議臨時拍照 請助理緊急幫忙買 言下之意 製裝費都有公款支出嗎 另外高宏安男友李中庭 也以證人身份出庭 檢方好奇 他到底幫高宏安辦公室 帶點多少錢 李中庭回應 除了剩餘的15萬裝潢費 另外還有其他雜資 加起來共24萬多 並表示高宏安 在202年8月底已經還清 卻遭檢方炮轟質問 當初答辯書為何強調 叫本案發生前匯款 是察覺涉探案即將爆發 所以緊急結算嗎 李中庭則趕緊反駁 不是 檢方再追問 金流是否和零用金有關 李中庭則回應沒有關聯 檢方詢問李中庭薪資 為何在2020年5月突然調降 李中庭回應 因為新同事加入 高宏安將薪資從五萬二降到三萬 並違信選賬補貼 共給了兩萬一的人民幣 檢方聯租炮的質問 選賬部分是否沒有報稅 李中庭被突襲才開口認了 沒報稅 但並非使用零用金 那用境外資金來填補助理費的缺口 是不是另外涉及洗錢罪 以及檢察官當庭提出的 稅法上的問題 這部分都會有另外的法律責任 前主任陳煥宇更爆出 高宏安要求消滅手機 刪除電腦資料 這回李中庭首度露面 看似在幫高宏安說話 但意外暴露人民幣會薪資逃稅 反而害高宏安捲入洗錢嫌疑 根本越幫越忙